HELLO 大家好 這裡是專注遊戲的狐狸牧場 我是刺狐 最近遊戲產業的大新聞真的很多 上次跟大家分享 任天堂終於有官方新主機的消息 相信有不少玩家對接下來的遊戲業充滿期待 不過如果你是喜歡XBOX的玩家 最近XBOX的動作可能就會讓你感受到恐懼了 XBOX這兩天的動作真的很多 其中引起了玩家大量討論的 就是他們連續關閉了旗下好幾間的遊戲工作室 其中包含了開發出知名遊戲的工作室 並且XBOX目前還打算要繼續關閉更多工作室 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整體狀況慢慢變好的XBOX 難道有玩家所不知道的一面嗎? 今天的影片就讓我們一起來看看 XBOX最近又在高升嗎? 而2024年5月7號的時候 XBOX宣佈將會關閉Bethesta旗下的一些遊戲工作室 這其中包含了Ark & Austin,Tango Gameworks,Alpha Dog Studio 並且這些工作室當中 只有部分的員工會被轉移到其他的工作室當中 其餘的就會招到之前喔 如果各位對於這三間遊戲工作室的名稱沒有那麼熟悉 那麼我們可以透過他們開發的遊戲 來對這次的事件有更深入的了解 首先Ark & Austin 一間位於法國的工作室 在2010年正式被收購 不過在那之前的2006年喔 由於他們在遊戲市場上的成功 讓他們在美國開設了另一個分部 奧斯汀 而這次被關閉的呢 就是美國的分部喔 在遊戲方面上呢 法國工作室一直以來都有著不錯的表現 2012年的時候呢 推出了冤罪殺機 2021年的時候 開發出了評價不錯的死亡循環 並且在2023年底 宣布將與Marvel Gaps合作 正在開發漫威刀鋒戰士 而奧斯汀分部呢 他們除了協助之外 其實喔 在2023年 有自己主導推出過一款遊戲 就是那款相當悲劇的吸血鬼遊戲 血色降臨 整體的評價很慘淡喔 甚至因為這款遊戲 讓玩家對於他們整個工作室的信心 有點崩毀 不過畢竟這也只是一次的失敗 也是他們第一次自己主導遊戲嘛 其實我覺得問題不算太大 但這次就被XBOX正式關閉 並且旗下員工會有部分 合併到其他的工作室當中 再來Tango Gameworks 一間位於日本的遊戲工作室 也是XBOX唯一一間在日本的開發工作室喔 這間工作室就真的大有來頭了喔 2010年的時候 由山上真思創立了這間工作室 並且在同年被收購為子公司 不過正式加入微軟呢 時間已經來到了2022年 在那之前推出的遊戲 還是多平台推出 包含了邪靈入侵啊 鬼陷東京喔 在加入XBOX之後 他們只有推出一款作品 但光是這款作品 在玩家之間就獲得了極高的評價 結合了音樂節奏玩法的動作遊戲 完美音浪Hi-Fi Rush 這款遊戲在2023年1月推出 在推出之後沒有多久的2月 山上真思就宣布 要離開Tango Gameworks 離開了這個他創辦的工作室 完美音浪獲得了評價上的成功 但至今沒有公布銷量 或許也只是一款 叫好不叫做的遊戲 然而在現在的狀況來看 我們也不清楚繼續開發續作 會不會讓這個系列有一線生機喔 第三間工作室呢 主要是以開發手機上的業務為主 這邊我們就不多做贅述 另外還有一間工作室 Roundhouse Games會進行合併 業務上改成協助 上股卷軸Online的營運喔 到這邊為止 是XBOX這次大動作的第一階段 以這個數量來說 可以說是大量的清除了 旗下的遊戲工作室 然而就如同剛剛看到的 這些工作室這幾年 也都還是有所表現 甚至有遊戲獲得了不錯的評價 這樣的結果自然導致了玩家的不滿 也從那天開始 社群媒體上就開始出現 玩家對XBOX不滿的聲音 有網友認為喔 這是XBOX的負責人 Phil Spencer的問題 他每次出來說話的時候呢 都選擇站在風向隊的那一邊 讓玩家覺得他跟玩家站在一起 但他到底有沒有真的在乎玩家 有沒有真的在乎XBOX底下這些遊戲工作室 這點讓人很懷疑 認為他在領導者這個位置上還做得並不好 如果依照XBOX目前這個關閉速度 到年底的時候呢 XBOX的發表會就會只剩下決勝時刻 以及隔了很久才會有一次的B色RPG遊戲 底下的網友也提出了各種 Phil Spencer過去的言論 包含了他說優秀的遊戲 不會讓XBOX賣得更好等等 另外也有網友認為 XBOX沒有真的好好地處理過 XBOX這個招牌 過去360時代的成功 不過是因為當時的PS3自亂正角而已 XBOX處理事情的方式就是砸錢 當發現砸錢問題不會消失 他們就會關閉工作室 當然也有人認為 Phil Spencer或許也是迫於無奈 畢竟微軟是一間大公司嘛 XBOX只是其中一個部門啊 最終決定要關閉 可能也不是他做的決定 底下的留言也為此吵成一片 但不論是正方還是反方 確實沒有看到有任何玩家 覺得XBOX應該要關閉這些工作室 另外在公布解散之後 也有媒體對這件事情評論 認為這次的事件證明了 創作者在XBOX工作室 擁有安全與創作自由 只是虛假的幻想 表面上鼓勵創作者開發創意 但實際上 微軟又再次提醒了所有人 公司所關心的事情只有營收 另外除了玩家與媒體有反應之外 國外也有人發起了抵制XGP的活動 表示他非常喜歡完美音浪 認為XBOX這麼做不可原諒 他的XGP服務已經到期 他不會繼續訂閱 以此來表達不滿 那針對第一時間玩家的反應 XBOX有做出反應嗎? 答案是沒有 但是他們卻依然有更多的消息傳出來 根據國外的爆料資訊來看 XBOX內部目前也針對工作室當中的各種員工 提出自願離職協議 不過這件事情並沒有被證實 但多數的網友在經歷過前面的關閉之後 這邊也多半相信了這個傳聞 並且也因此對XBOX感到不滿 有趣的事情來了 Phil Spencer是XBOX的負責人嘛 但如果是XBOX Game Studios 那他的負責人是Max Budi 根據國外媒體的報導 在XBOX關閉這幾間工作室之後的第二天 Max Budi召開了員工的全體會議 並且有提到關於遊戲部門的未來目標 針對這件事情他說 目前XBOX旗下的工作室太多了 導致分配的資源都顯得不足 也因此才會做出了這樣的決定 但是關閉工作室跟他們的遊戲是否失敗沒有關係 不過他在這個會議上又說到 XBOX的未來目標是需要更多 能夠帶來名譽和獎項的小型遊戲 聽起來他們想要把大製作的經費分散之後 做成小型遊戲嘛 並且藉此來打開市場 但問題來了 大問題來了 你說的帶來名譽和獎項的遊戲 那不就是Hi-Fi Rush嗎? 大哥 他剛剛才被你關閉耶 甚至在去年 Phil Spencer還特地跑去他們的工作室 慶祝他們的成功 這個時候卻說需要更多這類型的遊戲 確實讓人覺得有點微妙 不過更微妙的是他們後續的說明 Zenomax工作室的負責人有提到 他認為他們應該要把資源集中在特定幾個項目上 目前他們分散去支援全球9個工作室 對他們來說真的太過困難了 這樣的說法跟前面的未來目標略有衝突 如果目標是小型遊戲 但又要縮小數量 說直接一點就是大家把規模做小 數量做少 XBOX乾脆說他們現在不想自己開發遊戲算了 但問題來了 擁有這麼多資金的微軟到底又為什麼會走到如今的狀況 這件事情XBOX方面並沒有給出官方說法 但不論是網友、知情人士爆料 一切的主因都指向同一個目標 動視暴雪 動視暴雪的收購案 創下了遊戲公司收購案的最高金額 並且中間的過程也相當攏長 即使是對於微軟來說 這樣的收購金額都足以讓他們有所感覺 從收購動視暴雪之後開始 微軟就開始針對遊戲部門 進行了大幅度的人員縮編 並且這次直接進行了工作室的解散 原本玩家看到微軟收購動視暴雪 希望的是擴充XBOX的遊戲庫 但卻因為收購了動視暴雪 導致原本的遊戲部門縮減 最終反而減少了能夠推出的遊戲數量 也因此有玩家開始擔心 繼續這樣下去 不過就只是把XBOX變成另外一個動視暴雪而已 動視暴雪的加入 還沒有為XBOX帶來太多正面的影響 但確實已經造成了負面的影響 動視暴雪的遊戲本來就已經有點走向下坡 XBOX卻選擇把主要的力量集中給動視暴雪身上 那最終會不會因此一起下去 這也是不少玩家所擔心的問題 實際上連續的事件看下來 確實會有一點摸不清楚 現在的XBOX他們的方針到底是什麼 如果各位還記得的話 在年初XBOX就宣布年底會有新主機的消息公開 那麼他們所需要的就會是強大的第一方遊戲首發 以及一些相對小工作室推出的遊戲配合護航嘛 這是多數遊戲主機推出的主要商業手法 目前的連續關閉 第一個會造成後續的遊戲庫下降 第二個是對於原本有期待新主機的玩家 對於XBOX產生不信任 尤其是關閉的工作室包含了Tango Gameworks 連開發了完美一讓的工作室都無法得以生存 更何況那是微軟在日本唯一的一間工作室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負責人的方針又是要推出更多的得獎小遊戲 在玩家的角度來看 這連續的行為會覺得XBOX目前自己也沒有一個很確切的方針 彷彿是在努力的說出安撫員工的話 以及安撫玩家的話 但那份安撫就像是嘗試用錯誤的方式摸一隻炸毛的貓 導致這隻貓生氣的反咬 就目前事情的發展來看 我不認為這件事情完全結束 有趣的事情是XBOX前陣子才突然宣布 將於6月初舉辦遊戲的發表會 當時宣布的時候我還有點意外 但現在來看或許XBOX早有估計 需要靠會有發表會來安撫玩家 但顯然這個策略沒有成功 目前在XBOX的社群上可以看到不滿玩家的留言 並且還在持續增加當中 會不會真的引起大量玩家集體抵制 這點我就不得而知 相較於索尼前陣子發生的事件來說 那畢竟是因為直接影響到玩家嘛 但遊戲工作室的關閉 對於沒有很關心的玩家來說 或許不會第一時間就很重視 岩上的力度自然會有所不同 所以抵制到XBOX改變 這點我覺得是不太可能的 但他們最近會不會出來對玩家說點什麼 值得後續關注 各位對於XBOX關閉這幾間工作室有什麼看法呢? 你們覺得XBOX把主要的資金都用來購買動視暴雪 這個行為到底是對還是不對呢? 你們會為了抵制而不訂閱XBOX Game Pass嗎? 歡迎留言分享你們的想法喔 那這次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如果你喜歡我做的影片 我還有其他的影片可以看喔 我是赤狐 祝各位遊戲愉快 我們下一個rada來購買一個 começa 我們下一個一個 把線跟刺激的溝光 我們下一個機會 在我們下一個 Tooth啊 你又沒有關注